我買62.9 定價70.9 大概折8萬 8萬塊 可是我買的是新股車 業務用利用了5萬塊的減免 這個業務的這些方法 我們有時候也是不是很了解 49.9萬 你開10年 還有20萬 全世界你找不到了 我們家的產品比較特別 都是針對福特 來去做開發的 像你後面這個庫卡 對 Focus可以嗎 Focus也可以 只要福特都可以 都可以 OK 好 下雨下了兩三個禮拜 下到快發霉了 那現在終於好天氣了 我們來為大家介紹 車主長遠街中第一台車 這是現代的Elantra 來 你好 焦哥好 你好 你貴姓好 畢姓劉 劉堅 這個是幾年的 我買2019年的 2019年 這好像挺慘的 對 挺慘的 現在買不到 現在買不到 它現在也是長這樣子嗎 最新的也是長這樣子 對 6.5代 這個是 6.5代 我對這個車比較不熟 所以1.6T 沒有 我是自然進氣 NA的 它有1.6T嗎 有 好 那跑多少公里 我大概3萬5 3萬5 2019 2年多了 2年多 這個是自用車 對 我自己 你有個孕婦 這個 你現在當爸爸了 對 爸爸了 恭喜恭喜 第一胎 對 第一胎 第一胎 那這個車滿意嗎 OK 很滿意 買意 買意的優點是什麼 其實它的底盤 開起來真的很穩 我覺得 現代的底盤 不管是SUV或房車 對啊 我覺得這滿難意 那保養幾次 我保養 5千就保養 所以我應該保養了 6、7次有了 多少錢一次 大概2千5、3千 2千5到3千 對 OK 那你這台車 當初定價多少錢 你買多少錢 我買62.9 定價70.9 大概折8萬 8萬塊 對 可是我買的是新股車 業務利用了5萬塊的減免 對 他先過戶給他的爸爸 然後再過戶給我 但這台車是全新的 全新的 他爸爸沒有開過 對 沒有開過 對不對 所以那個就5萬了 所以其實老實說你是少3萬 看他怎麼跟他爸爸分 這個業務的這些方法 我們有時候也是不是很了解 那有沒有缺點 缺點的話 我覺得就是他的那個行李箱 真的有小孩之後 我覺得比較小一點點 那沒辦法 你買這個 那你現在買土桑啊 機械車位我停不下 不然我真的很想買土桑 土桑 你的機械多 土桑還好 1米7幾吧 應該差不多吧 應該大家都差不多 你的機械車位多高 不行 因為我又在上層 會撞到上面的那些桿子 那怎麼辦 所以我就買房車 買房車 房車有沒有空間好 或是你去買 買Wagon嘛 對 買Wagon的車型 Wagon就少了 然後進口的 最便宜的應該是什麼 Artavia 100多的 可以去試看看 不過我覺得 現代他的優勢就是 機械的 回饋真的是比較好 硬體我覺得真的不錯 對 底盤啊 引擎啊 隔音啊 隔音那鞋真的很好 隔音這些做的都不錯 我看我有兩個 我兩三個朋友 買現代啊 他就一直買現代了 他本來開其他日系的 對 但買了現代 他就沒有再回去買日系 他就一直開 包含他的家人啊 他有一個我朋友 他哥哥啊 他一直 一直推薦他買現代 結果買了一個 大家都覺得還不錯 對啊 真的還不錯 接下來的現代 我是非常看好 接下來的 他的整個設計 設計感 包含他的科技的進步 各方面 我是非常看好 不要說現代 韓國品牌 我覺得都 未來會越來越好 這台車缺點 除了這個行李箱還有嗎 一些公差吧 公差哪裡 方向盤的左側 方向盤的左側哪裡 這個還好啦 對啦 前面比較密 被我瞄到 前面比較密 後面比較寬 這個有辦法 即使給他稍微再重新貼一次 之後回去再看看 因為目前都很OK 你沒有潔癖喔 沒有沒有 對不對 就是小朋友 照理講 你有小孩 你小孩就多少 三歲 你有小朋友 怎麼車裡面 可以這麼乾淨啊 就是 你不讓他在車裡面吃東西 盡量不要 但是小朋友 你看嘛 你有潔癖 所以我說你有潔癖嘛 對不對 OK 好 謝謝你今天又有訪問 謝謝 好 謝謝 好 第二台也是韓國車 我們這集基本上就是韓國車 Kia Picanto 我們介紹車主機來 你好 你貴姓 木子李 李謙 你這幾年的 去年6月出廠 然後6月底簽 所以才半年多 才9個月 對 對不對 對 很吸引的這台車 這個它有輔助駕駛 它是至中 至中 有至中 然後ACC 然後沒有 沒有ACC 至中 至中 它有至中駕駛 那個行人偵測嗎 它是說有行人駕駛 對 你這個買多少錢 那時候沒有折車價 一毛都沒有 一毛都沒有 很搶手 65萬 65萬 但是全部啊 全部就是加起來 就是加保險啊 那些 就是我買到好 就是65 車價65你買到好65 連全部 對對對 隔熱紙什麼都包在裡面 隔熱紙什麼都有 然後還有送盲點 因為它這台車沒有盲點 它的盲點是什麼 但是它盲點是在裡面的 哦在 哦 黏在A柱上 對對對 OK 這是後面加裝的嘛 對不對 就是 它是說原廠啦 哦 你的車 你才跑 你都沒在開 這個是跑多少公里 1800 對啊 你半年 9個月才1800 車裡面還有 對啊 還有新車的味道 嗯 阿珍惜哦 它是幾乎都是載 老小孩 哦 你是載 載 毛小孩用的哦 啊 因為這個後面如果載著 比較難受啊 所以你還有別的車 沒有 就這一台 看你們那個 冠儀介紹嘛 OK 對啊 滿意哦 呃 還OK 以它的價位來說 就以它的價位來說 你 要不然就買Yaris嗎 要不然就它嘛 哦 因為我之前那一台就是Yaris 好 太好了 那來比一下 但是它的 Yaris的操控真的 可是Yaris空間大啊 對啦 但是它的操控底盤 跟這還沒辦法比啊 對 硬體沒辦法比對不對 對 可是 但是 你看Yaris幾年了 買幾年了 10幾年了 對 有沒有10年 有 超過 好 那你賣多少錢 好像賣20 你看吧 Yaris當初你買多少錢 49萬9 好 49萬9 你開10年 嗯 還有20萬 全世界你找不到了啦 因為我那台車也很少開啦 加上外表又很好 對 可是你想想看 10年第一個你一定過飽了 對啊 什麼都過了 而且 一般中午車的消費者 會覺得10年很多東西要換 他們根本不管你里程啊 老實說里程都可以飽 而且那台車10年我也沒換什麼 就換油而已啦 保養便宜對不對 對 這台車保養真的 嚇死了 這台 對 好 你RX保養是多少錢 大概2000 好 這個 3500 還好啦 差1500 1000公里耶 1000公里 3500 3500 差 對了 以這種車來說 1500差很多 對啊 如果是 大漆和S-Class 1500無感 對不對 可是你這個1500差很多 對啊 可是你要想想看 第一個 它的外型 我好喜歡這台車的外型 你又正好買到我最喜歡的白色 然後呢 它這個空力套件 你看這個樣子 你在哪裡買的 北投 哦 北投買的 對 那它有沒有缺點 不過你才開1500 就空間 然後輪噪聲 我真的覺得它輪噪聲 跟RX比 我是覺得這台還比較 因為價錢嘛 嗯 這台也比較貴 但是我覺得它輪噪聲真的還滿大的 對 因為一個差十幾萬的車價 對 但是差十幾萬 叫你重選一次 你要買RX來買這個 RX是這個 對啊 不用講 RX是這個 可是 你要想想看 RX賠你10年 你才花二十幾 三十萬 對 一年你以後一台車 一年只有三萬多塊的折舊成本 你去拿 全世界都找不到啦 就Yaris為什麼賣那麼好 就是這樣子 對不對 對啊 好 謝謝你接受我們訪問 謝謝 謝謝 謝謝佳偉哥 好 第三個不是長衣追蹤 第三個是林佩健的介紹 我們看到這個好像是 航創科技 這應該是安卓機吧 來 我們接到業者 來 妳好 教育哥好 我姓呂 可以叫我佩佩 佩佩 妳好 這是什麼東西 我們家的產品比較特別 都是針對福特來去做開發的 像你後面這個庫卡 對 Focus可以嗎 Focus也可以 只要福特都可以 都可以 OK 好 然後一個的話 它就是 這叫影音介面盒 這個就是360的介面盒 福特專用的 360度環景 OK 那這個的話 它就是安卓 八核心的安卓介面盒 也是針對福特專門開發的 好 所以我要360加安卓 要兩個機器都要裝 它要分開來裝 然後不能夠相容 你為什麼不把它弄成一個就好了 其實它我們等一下上測的時候 它還有一個特色 就是我們多了一組HDMI的影音串口 所以可以再去擴充 像是Apple TV或是Google TV 所以我們的產品不會說很單調 我們一定會有擴充一個功能在裡面 OK 那這是台灣製造的 台灣研發生產製造 保固三年 好 那這一個的話要搭配鏡頭 對不對 你還有三顆鏡頭 對 對不對 其實是四顆鏡頭 原廠有一顆 原廠那一顆它被藏起來 然後再去放一顆上去 所以它其實是 對是四顆鏡頭 四顆鏡頭 連工代料多少錢 我這邊的話 我就是一個360度的環景 然後再加上一組HDMI串口 然後三年的經銷商保固 這樣子的話是建議售價36,000 但是因為是全省福特經銷商都有銷售 實際價格的話 可以去問他們的業務 實際價格一定會低不會高嘛 對不對 那這個呢 嗯 這個的話它是安卓 八核心的安卓 它裡面的話有那個 一個車載式的PAPAGO的導航 然後LEE TV的影音 然後三年的經銷商保固 再加上一個 盲點警示音的功能 對 這些東西加起來 32,000的建議售價 螢幕沒變 螢幕都不變喔 我們不去變它的螢幕 絕對不去變 原本車上的主機沒有變 對 就這個盒子這樣 你說多少 嗯 這是36,000 這個是32,000 很貴耶 但是你要聽我剛剛裡面 它有很多的功能 我為什麼這樣講啊 嗯 以限售款 未來啊 像Focus今年要改款 對 它現在換成那個大的 對 那個螢幕解析度就很好 嗯 以KUGA和限售的Focus 螢幕解析度有夠爛 1280x720嘛 有夠爛的爛 你光那個倒車CCD一打 嗯 然後呢 你看那個Apple Cartplay 對 出來那個App 那個毛邊啊 哦 那個螢幕解析度有夠爛的 教委哥你等一下可以上車看 我們的畫面非常好 可是你畫面沒有變啊 你打倒車的那個解析度 倒車應該用你們的CCD 跟它Cartplay的那個解析度 是也許像您講的那樣 但是它原始的APP的呈現的那個UI是漂亮的 那我們就跟它的APP呈現的UI是一樣的 等一下可以在實際上看一下 佩佩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現在這個是原廠的 這就是原廠的畫質 好 那我切到我的環景喔 其實剛剛一上車的時候 它會做一個360度的旋轉 其實它就是在做車子的車身環顧四周 除了檢查你車身旁邊有沒有障礙物以外啊 還有一個功能就是小朋友 它可能坐後座力氣比較小 可是現在的門都很重 它只是這樣子而已 它沒有關好 沒關好 對其實就可以看得到了 它就開門就表示沒關好嘛 對不對 對對對 好 除了這個第一個 來第二個什麼 然後第二個點的話 那因為現在原廠有觸控 我們就用我們解cam的方式 去跟它溝通 就把它的觸控給做出來 所以在上面都可以直接 環顧四周 你現在這四個鏡頭都是你們的 這個都是我們的 包含後面那一個 對 Sony CCD 這邊可以秀出後面那一個嗎 可以啊可以啊 這個是前面嘛 前面OK 然後前面拉平 然後俯視 後面魚眼 後面拉平 然後這個叫窄向模式 就是這一些 兩側輪子 對 鄉間小路的時候這個很好用 你看到這個 車速線 就是軌跡線 還有這個雷達 它其實是會變色 我們叫它雷達防撞牆 也就是還有綠色 紅色 對對對 靠近的話就會 前面也有嗎 也有 都有 你只要原車有雷達 我們都有量它的CAN在寫進去 然後呢 可以強制切到環景嘛 就是剛剛這個鍵長按三秒鐘 因為有些人喜歡一邊開車一邊看 所以它也有像 它沒有速度限制 我們可以讓它沒有速度限制 你也可以讓它有速度限制 你開車看這個幹嘛 它有一個高速視角 就是你在打方向燈的時候 它會往後面照 你這個螢幕 你就可以看得到後面的來車狀況 就像納士捷有沒有 我懂了 左右的流媒體 對 可是主要還是要看後視鏡 我也覺得啦 就是輔助而已 OK 那可以錄影嗎 可以 就是很多車友講說 那我都已經有裝四顆鏡頭 是不是可以錄影 可以 燈有亮就表示它正在錄影 它會循環嗎 會循環 你不想要檔案就可以在裡面 就直接刪掉啦 然後要看也可以在上面看 那真的不幸發生事故的時候 就是把它導出 透過USB就可以做導出了 可是沒有速度方位 GPS訊號 速度方位沒有 沒有 您之前有提到一個很好的功能 就是什麼打方向燈啊 這些 我們覺得挺好的 只要加個GPS天線 現在還沒有人做耶 我知道啊 你們做我要抽10% 就發財了嘛 你這樣 好來 繼續來 再來的話 我們的車子啊 車模很齊全 針對福特的車子 我們有KUGA FOCUS 旅行家 連浪酒的車子也都有 嗯 所以就更 所以這個顏色可以變 可以變 就更User Friendly 然後人家講說就是 心靈馬力大提升這樣 OK好 那還有一個就是 剛剛講的HDMI的串口 這一次我裝的是 Google自己做的Chromecaster 就是如果我分享網路給它的話啊 你給它的網路 它就可以去看Netflix 去看YouTube 那我在開車的時候 你說這個可以Play喔 可以Play啊 這樣不好吧 通常給太舊啦 給副駕駛座或是小孩子 誰要看寶可夢一定是小孩子啊 OK 所以是讓小朋友 對使用 它在後架其實它沒有方向性 所以在後面它也很好操作 OK 但是還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駕駛在一個人開車的時候 就不要去Play這個影片 對 小朋友在後面吵我們再Play 對不對 對 好這個是安卓機 好來 嗯 一樣它是按一個方控的返回鍵 三秒鐘把它切過去 然後我現在DEMO的車子是 KUGA的ST-LINE最頂規的 所以它已經有原廠的環境 它欠缺的就只剩下一個 影音娛樂的功能 對 所以我們就把它給做進去 我第一次在輔车上面 看到這麼清楚的螢幕畫質 謝謝 好來 好 安卓的部分的話就是要網路 有網路就到了網路的世界 那這網路世界它就是一個開放的APP平台 所以它當然要下載什麼都可以 一樣我手機要給它訊號 給它訊號 你不能插信號 可以插信號 然後這一次的重點就是動口不動手 在家裡面也是喜歡動口不動手嘛 對 就是都是聲控 我內建一個PapaGo的地圖 這一次PapaGo很聰明 它用了一個聲控是Google 因為Google是大數據 對 導航到木柵動物園 所以它辨識度相對一定不會一直想說 什麼請再說一次 請再說一次 不會這樣了 那Google地圖也有 為什麼 因為CarPlay的話就是上車要插線嘛 那你既然都到安卓了 我一定會給你一個Google 所以我可以點下去之後 一樣是這邊有個聲控鍵 你就直接給它 所以Google也有了 然後第二個賣點就是LiTV LiTV 教育跟您會發現這邊有一個CAR卡 它這個的話 其實LiTV在平板在電視 都可以下載得到 但是這個CAR的版本是 你要把你的車子的螢幕 還有你的這個機器 全部送到LiTV台北的總公司 它幫你做所有的除錯 都OK了 它才會給你這個版本 那這個版本有什麼不一樣 你會發現它的介面 比較User Friendly 就是看起來會比較漂亮 比較大 iCon很大你就會覺得舒服 然後這個好用的地方是 400台的水選 就像家裡面的地視台一樣 一定要給它訊號 網路訊號 對 一定要給它訊號 這個要錢嗎 這個如果說 我們會送三個月 三個月結束之後 你就是看那個什麼廣告 就是跟YouTube一樣 你看了廣告之後 就可以繼續看 一個月250塊錢 然後泰座一定是看戲劇的部分 小朋友這個超方便的 你看它還有悠遊精選 然後還有蠟筆小心 再來再來 Netflix跟Disney Plus 本來就是現在最夯的嘛 也可以了 它的畫質是絕對好的 對 可是妳再怎麼樣 就1280x720 對 可是在車上很夠用 這個螢幕的大小 對 螢幕它不夠 沒有到很大啦 用到4K又根本就是 沒有必要 因為螢幕不夠大 對 下一頁這就是USB嘛 USB的話其實就很簡單 有些人會要上課 對 那最後的話還有一個就是 語音助手 語音助手它是什麼呢 就是現在不是亥賓室嗎 亥Mercedes 我們就是用一個亥福特 來一手周杰倫的道箱 它辨識度很高耶 對 最後兩個特色 一個是因為這是21.5年式 所以它就可以直接切到原廠的環境 對 好 我們有做一個觸控 你看那個解析度都不好 對不對 你看跟剛剛那一筆差那麼多 這感覺十年前了 然後再來 還有一個很好的功能叫做BSD的盲點 就是我剛剛有特別講 為什麼原廠它其實是有盲點的喔 對 但是它在鏡面上 所以有時候因為下雨天 或者是陽光照射的時候 看的不是太清楚 所以像賓室它就有嗶嗶嗶的聲音 或是馬自打也有 數據有顯示說 當你看到危險 然後穿到大腦再去做反應要2.5秒鐘 但是如果你是用聽的話 你做反應只要0.1秒鐘 所以我們就把聲音給做出來了 就有內建在這個裡面 所以我打方向燈 盲點會叫 對 但是不是隨時亂叫 它要偵測到 對 偵測到有車輛才會叫嘛 對不對 對 它會慢閃跟快閃 好 那我就是擷取它的快閃 然後快閃才會叫 對 OK 好 我們聽完佩佩很詳細的介紹 兩台車都大概3萬多塊啦 對不對 對 那有送我們嗎 當然有囉 有喔 送什麼 我們公司的話 是直接送剛剛介紹的兩樣商品 然後各兩組 給我們家瑋哥的粉絲抽獎 這個有兩個 這個360度安卓 有鏡頭嗎 有啊 都有 就是全套就對了 對 各兩個 我如果抽到 我要裝要去哪裡裝 可以聯絡我們的小編 然後我們跟你講 我們有配合的經銷 有活在粉絲專頁裡面是不是 有有有 有活的 有活藥 好 但是安裝的話 可能到時候 他們再付安裝工資就好了 大概多少錢工資 大概如果是安卓的話 大概4000多塊錢左右 好 那360度 大概7000塊錢 7000塊 可能起碼主機免 3萬多塊免費嘛 直接 對 對不對 各兩組 好 那一樣 就是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你看了 佩佩那麼耐心的介紹之後 你對於這個產品的想法 又或者是你有什麼建議 譬如說你覺得 我可以再加什麼東西 這樣更好啦 給他們一些參考 也許他們二代三代機以後 就會有這些東西 對不對 好 謝謝你今天 請我訪問 謝謝佳萊哥 謝謝謝謝 在我們螢幕下方 一樣有報名的網址 歡迎大家踴躍報名 然後再來就是 一樣 2000塊車馬費 那個是給車主的 然後 零配件是沒有了 我們下次再見 謝謝 沐司 謝謝 開關 開關 我們下次再見 開關 大小 開關 開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